Hello 大家好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电路板的构成当中 我们发现开关整弹结层电路是一个核心部件 此部件损坏将导致整个电路瘫痪 那么导致输出电压为零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 电动车充电器实际上 它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 在这个板子上面 我们就有一款八个引脚的结层电路 此款电路型号为3842 3842系列是一款卓越的芯片 在开关电源电路当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那么我们要清楚这个结层电路的功能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它每一个引脚的功能 以及它内部的功能方宽图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把握这个电路的特性 成为快速的维护 以及维修这个家电电路板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3842这个芯片的功能 我们直接打开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包 直接输入3842点击搜索 此时就会出现一系列厂家的3842芯片 这个芯片有国产系列 也有进口系列 那么为了便于阅读 我们就找一款国产系列的这个3842 这里我们有一款上海国新的3842 上海国新 这是我们国产的电源型PWM系列 直接点开这个资料里面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电流型麦宽调制器 这个 结层电路 它的主要特点是 启动电流小 自动前窥补偿 具有回质特性的欠压锁定 最大战坑比欠制 工作频率可以达到500千赫兹 这一款3842有两种封装 一种是DIP封装 也就是我们说的直插型的 这个是SOP型的 就是贴片色的 不管是直插型还是铁片型 它都是八字银角 在这八个引脚当中 我们要分别对它的引脚做个定义 在这八个引脚定义当中 最关键的我们要看 这个第七脚 它是一个VCC脚 电源电压脚 第六脚就是输出 第五脚是结地 这是相当关键的三个引脚 我们掌握了这三个引脚的定义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控制 这个结层芯片的内部功能 那么更多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引脚定义解释 下面呢都有功能说明图 功能说明图 还有引运电路 大家呢有时间都可以进去进行学习 每一个引运电路都力举了大量的数据 充分的印证这款电路的优越性 好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讲到这里 更多的电子知识 请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